下午好我是琼威 欢迎收看1月16号的白隔五报 首相短集今天出席并主持华总大厦开幕议事时 再次宣布拨款300万令吉给华总 这也是纳集继2011年12月8号 宣布政府拨款500万令吉共大厦基金后 首相再次拨款给华总集集会 这座位于吉隆坡沙登耗资8500万令吉建造的华总大厦 设备齐全 包括拥有可容纳150席座位的宴会厅或会堂 今天出席开幕议事的包括华总总会长方天信 马华总会长廖钟来 民政党主席马秀强和中国驻马大使黄慧康等人 韩国女团TWICE台湾成员周子瑜 早前因为许奇风波被台湾歌手黄安举报为台独 引发中国网民围攻掀起风波 周子瑜昨晚通过经纪公司发出道歉短片 他在短片中两度90度鞠躬 并说中国只有一个海峡浪岸是一体的 华安教后还转发该短片说 又争取回一个认同祖国的好孩子 正在周子瑜道歉事件拥有超过百万名读者的台湾媒体 发表声明愿以大约1320万令吉买断周子瑜经纪公司JYP的合约 并表示要将子瑜带回台湾 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今早在大选投票时主动谈及此事 他认为周子瑜没有犯错 并指后者道歉是错误的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所首都瓦加杜谷市中心一家酒店 于当地时间昨晚遭到武装分子袭击 造成至少21人死亡15人受伤 事发时有超过百名人质受困在酒店内 该国通讯部部长证实 这起袭击是由卡伊达基地组织所发动的 他在推特指出当局已经救出30多名人质 其中还包括该国的公共工程部长 事发前有目击者声称 看见三名戴面具的男子进入酒店后 随即进行扫射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